大家好,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地上的灰 我以前说过像月球漫步一样 你看这个灰的厚度 你看我踩一脚 如果我是老板 我就会把这个东西弄一下 这个纯粹就属于做生意 自己的农场弄漂亮一点 为什么要还是当老板 还早出晚归 跟我们一样累 不过中国的小老板都是这样 万能的老板 什么事都会干 干也干习惯了 停不下来 以前我们做企业的时候 四流的老板 只会用自己 三流的老板 学会用人了 不过还是三流 二流的老板就开始谈制度 人业要谈 谈制度 谈框架 这就是二流的老板 一流的老板谈什么 谈文化 谈理念 但这就随着你的企业做大了 你的格局要往上抬 抬一个台阶 如果你格局上不去的话 你的企业就肯定上不去 其实我在这里打工了 谈这个东西 我今天想谈一个比这个东西更高端的东西 我谈一谈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 Universal value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 很多海外华人 还有是民运人士 国内的所谓的清醒人士 进步人士 认为中国早晚有一天会和西方接轨 世界接轨 也会普及这个普世价值 我想说naive 这个像小女生第一次谈恋爱 对爱情的憧憬 无限美好 小哥哥 无限美好 首先普世价值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是不存在的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 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普及过 世界该是怎样 其实还是怎样 不同地方诞生的文明 你该是怎么样的文明 该是什么样的德行 你还是那个德行 虽然有些地方 稍微有所修改 那只是修改而已 就像人 他步入社会以后 他被迫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性格 但不代表他的本性已经改了 本性是不会改的 人的本性不会改 就像国的本性不会改 是一个道理 研究国家 其实和研究个人 是有某种相通之处的 我为什么这么说 很多人喜欢动不动就谈这个日韩台 说这个日韩台 是民主的标杆 民主法治的标杆 形式上 国家体制上 治理方式上 确实 但是本质上 本质上 根源上 内心深处 灵魂上 日韩台仍然是东方国家 他们的道德体系 价值观 仍然是东方的尊卑系统 责任义务 付出 这一套 还是儒家那一套 说白了 不是西方那一套 开心 自由 什么什么 人与人之间绝对平等 包括父母子女之间 平等 你看西方人 父母子女吵架的 在东方你可以吵架吗 乖 你怎么不听话 你不孝顺啊 所以在东亚的文化圈里面 你这种文化圈 不可能产生什么普世价值 西方人也很幼稚 这些白左 总拿自己的价值观 去衡量全球 我想问一下 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 这个里面的原始部落 还有这个亚马逊丛林里面的原始部落 还有非洲 非洲里面也还有一些原始部落 他们还属于原始社会 你的普世价值呢 怎么你普世价值的风没有吹过去 是吧 没有什么普世价值 不要拿自己的这一套去衡量别人 那些相信中国一定会转化成普世价值的 怎么转化 嗯 有内动力吗 是不是 价值观是怎么形成的 价值观是怎么形成的 首先我不谈基因问题 不谈文化基因 谈得令人绝望 我谈教育好了好不好 对不对 不同的人受到教育不一样 他的观念才不一样 是不是 你把一个美国人丢中国来教育 从婴儿开始教起 或者你把一个中国人丢美国教育 他们的价值观是不同的 为什么 从小而入目染 是不是 我就问了 你在中国这种教育体系下 老百姓这种观念下 能自然而然产生普世价值 见的鬼差不多 那是 被魔术差不多 是吧 还有人说呢 信息发达 是吧 长期的这个信息沟通 那人的价值观会接近 naive too young too simple 我又再问下你了 信息足够发达就必然导致思想统一吗 请问一下 你有证据吗 那美国现在的这个左右分裂是怎么来的 对不对 还有了 全球实行这个互联网防火墙的国家有几个 不多 大部分是没有防火墙的 统一了吗 他们 他们都统一进步了吗 统一文明 统一开明了吗 没有啊 所以信息自由流通 并不导致人的思想观念会趋于 趋于一致 我再举个例子吧 如果听不懂的话 关心郭台铭呢 关心马云的人会天天看财经新闻 看各种高端新闻来关心这个马云郭台铭 因为他们和马云郭台铭相差不太远 那我那我问你了 阿里巴巴的基层员工 福斯康的基层员工 他们他们会看财经新闻吗 对不对 信息是透明的呀 信息是流通的呀 他们会看吗 对不对 这个世界上这么多有价值的信息都是公开的 你会看吗 你刷抖音啊 所以信息流通也不会导致什么普世价值必然会到来 所以不要去想象这种东西 乌托邦 乌托邦 中国啊 我只能这么说 我不想说所有人 因为实际上也不是所有人 只能是一部分人 一部分人 所以呢 如果你想 你向往普世价值 你觉得那一套好 你就去 良情择目而期 你就去 你不要以为 你在的那个地方 就会改变 是不是 这类似于 有很多人啊 去北上广上班 打工 待了十年 五年以后再回家乡 不适应了 不适应了 跟老家的一些人呢 谈不来了 老家的人嘛 不就是乘骨子浪质嘛 东家长李家短那对破事是吧 有些人他谈不来 不想谈 不想谈 他觉得还是回到北上广 他比较适应一点 对不对 所以呢 你有脚 你是自由的 你选择环境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但是另外一些人啊 就不一样 他在北上广待了个二十年 他还是要回家 他就一回家 一扯这个东家长李家短 他就很兴奋 哇 这就是我要的生活 那北上广的人 我就不喜欢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我就问你 人是不一样的 你喜欢什么 你去找 你不要以为 你喜欢的东西会自己掉下来 就像很多人 民运人士 觉得 中国一定会走向 自由民主 这个什么东西 法治 普世价值一定会来临 来临你个头啊 来临 你喜欢你就去 美国 加拿大 欧洲 你去 你不要以为中国会来 你有本事 如果你坚信会来 那你回国 对不对 你这么有信心 你这么乐观 中国一定会诞生 民主价值 什么的鬼 那你回去等啊 你敢等吗 你不敢等 是不是 为什么 你没信心 你没把握 所以 普世价值 不要再骗鬼了 连西方都知道 这个伊朗啊 委内瑞拉 朝鲜啊 什么的鬼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什么的鬼 到现在 他也不跟你接鬼 他也不跟你接鬼 辅射价值的风 也不定传得过去啊 而且 更严重的是 西方人啊 也不要这个 觉得自己很牛逼啊 你的价值观 你自己来捍卫 你不捍卫 你的价值观 都会丢掉 所以最近这个 共和党和民主党 搞得不可开交 所以这个川普啊 就是要捍卫 美国的传统价值 他认为民主党 已经变质了 已经完全变质了 已经把美国带偏 跑偏了 所以你的价值观 你如果不去捍卫呀 都会丢掉 你像欧洲 是吧 动不动就砍头 动不动就砍老师的头 砍这个的头 怎么来的 这个鬼怎么来的 是你纵容的呀 是不是 你这么纵容下去 你这个欧洲 你就灭亡了 你这个西方文明 你就灭亡了 你怎么灭亡的 不是被别人灭亡的 你自己溃烂的 自己灭亡的 所以不要以为你的价值观很先进 你就一定不会灭亡 在历史上 先进的文明被蛮族文明 吞并掉 消灭掉 例子不胜美举 需要举例子吗 你翻一翻中国的历史 好几个朝代 他的开拓者 都是蛮夷 蛮夷 把这个中华正统 这个汉唐文明 华夏文明 给灭掉了 不谈远的 谈静的了 谈清朝了 是吧 满族和汉族比 满族算不算是一个小蛮夷 对不对 不照样把你汉族灭了 你汉族人向满族人的皇帝叩头 是吧 搞了孙中山说 驱除打辱 驱除打打 是吧 再说远一点 秦始皇统一中国 从秦始皇起就有了这个 始皇帝 是吧 你要知道当时在中原时代 中原的这个各个王 各个诸侯 是很看不上秦始皇 看不上秦国的 一个看不上秦国 二看不上楚国 都是编蛮 不与人为伍 就不与这个秦王 和这个楚王为伍 中原人就认为 我这个是正统 我这个就是普世价值 你那套野蛮人 结果呢 结果被野蛮人吞并了 是不是 再谈谈这个唐宋 宋朝的文明 经济 相当发达 是吧 经济和文化 相当发达 可以说 结果呢 被这个北方的这个 游牧民族 给灭掉了 是吧 所以啊 我觉得第一 中国人不要幻想这个普世价值 会天然的到来 第二 西方人也不要幻想 你那套价值就牛逼哄哄了 就可以 这个就可以什么 万年不朽了 就可以 你不自己 不自己去捍卫你的价值观 把其他的这个落后的野蛮的价值观消灭掉 你不消灭别人的野蛮价值观 你就一定会被 早晚会被野蛮的价值观消灭之 反消灭之 不存在什么共存 我觉得西方人慢慢的也会学聪明了 这个极端穆斯林啊 多砍几个头 西方人你还能不聪明 还能不聪明吗 不是 没事 看你多少头可以砍 今天砍你老师头 明天砍几个正义 看几个参议员的头 你看了 能不能把你砍醒 一天到晚这个普世价值 一天到晚白左 你看这教皇是吧 还跪下来 亲吻黑人的脚 是吧 各种丑态百出 不亚于这个中国的丑态百出 听黑了 我不录了 我就是聊一聊 这个普世价值 可笑的普世价值 毕竟很多这个政治家 还有一些这个 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 吃饱了饭不干活的人 这个脑袋喜欢空想 空想乌托邦 各种奇谈怪论的理论出来 脱离现实的理论 我希望世界会变好 世界会变好的前提是 把这些坏东西剔除掉 不要日子过好了 就碎尽好 就变成婊了 日子过太好了 我要可怜这些野蛮人 野蛮人也应该有饭吃 农夫和蛇的故事 就是这么来的 这日子过得太好了 一条毒蛇 好可怜哦 是吧 毒蛇好可怜哦 来放在怀里我来 嗚一嗚 这种变态的人 越多 这个世界就会变得不好 好了 我的观点未必对 只是我的观点 哎呀 你觉得我的观点不对 你就欢迎拍庄 哎呦 这小子 信口词黄 下节目乱说 没事啊 这个言论是自由的 你有什么高论 欢迎探讨一下 也许我错了 也没关系 是吧 我只是这个阶段 是这么认为的 好了 天黑了 眼睛看不见了 拜拜